第194集 再说 这么多人时间隔得又长 怎么会总在想要买镜子的时候 就能撞见那黑莲老太太呢 这也太诡异了吧 这时程月插嘴说 我听陈立峰老师说 您在关键的时候 救过他一命 这又是怎么回事 王府校长一口气 喝干杯子里的茶水沉没了半天 才说道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陈老师家里的情况 我是知道的 家里就靠他一个劳动力养家 脱家带口不容易 老娘又要长期服药 是个药罐子 他有一回来给我做报告 事后我随口聊起来 问他现在住哪里 他就说他住了那间宿舍 我顿时就直冒冷汗了 我问他有没有去买镜子 他还真买了面镜子 说那古镜安在梳妆台上 就跟原装的似的 特别精致漂亮 陈老师是个读书人啊 对古器物特别中意 对这梳妆台和古镜 自然爱得不得了 连连连称赞 我听在心里 就知道大事不妙 我把历次住在那间宿舍的人的后果 告诉了陈老师 他吓得不行了 我们商量着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据我所知 只要买了古镜 要想在全身而退 目前还没有人做到过 我们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任何办法 毕竟隔行如隔山啊 我们对阴阳之事一窍不通 关键时刻 我就想到距咱们学校不远 有座道教名刹 叫做长春冠 我和陈老师一起 就去了一趟那道冠 找到一位年纪大的道长 对他说明情况 那道长就告诉我们一个办法 让陈老师每天晚上 子时的时候 对着古尽诉苦 说得越苦越好 一定会有作用 当晚 陈老师就这么做了 他将他童年到现在 受过的所有苦 一一对古镜说了 就这样重复了一周左右 陈老师就这么出了事 双腿瘫了 不过 比以前住户 他受到的伤害 已经算是太亲了 王副校长把他知道的东西 全都告诉了我们 我听得直抓头啊 以我们对阴阳数数的了解 还真没听说过这种奇事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王副校长提供的消息 很有价值 却难以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向王副校长道别出来 我问龙哥的意见 龙哥也是一筹莫展 我们的陈岳老师 已经是吓得花容失色 我想事情的关键 还是陈岳在古玩街 买古镜遇到的黑莲老太太 不知道这老太太 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只要我们能找到她 这事情就容易多了 这一番折腾下来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回学校 陈岳请我俩吃了顿饭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 我们抵达古玩一条街的时候 已经是五点出头 承岳说她遇到黑莲老太太 是大概六点多钟的样子 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那老太太是背着一包镜子 沿路叫卖 当时街道上行人很多 她模样看着虽怪 态度却很好 再加上人来人往的 所以她没有害怕 买了镜子就立刻走了 我听着奇怪 又追问承岳 老太太 卖了镜子给别人没有 承岳说没注意 她买了东西 她买了东西就立刻走远了 我们三人在街上晃 古玩街两侧 店铺林里 装修的古色古香 家家模样 看着都相当高雅 我们来来往往 走了好几遍 都没看到街上 有什么黑莲老太太 倒是看到了 不少长腿白脸的大姑娘 这龙哥呀 一路看着直吞口水 古玩街上面 就是华中师大 年轻漂亮的妹子特别多 龙哥渐渐就忘了 我们是来办正事的 盯着姑娘们 就差跟他们跑了 好几次都被我拖了回来 我心想 这么乱看 可不是办法 那黑莲老太太 总是这么巧妙的 出来卖镜子 肯定不是巧合 这老太太大有问题 想必不是常人 我就给自己开了胎眼 随着这段时间的磨练 我的胎眼术 已经日益精进 看英林也清楚多了 再不是模糊的一团 我拿胎眼 朝人群里看过去 那些乱七八糟的普通人 都变得模糊不少 反倒是真正的阴灵 会变得特别清晰显眼 我这么超茫茫人海 扫过去 整条街都是模糊的一团 可街道中间 却有一道黑影 特别突出 我心里一沉 就追着黑影看过去 那黑影朝前走得很快 再加上晚上光线暗淡 看不清楚 我看得很不真实 但凭我这么长时间来 对胎眼术的钻研 已经能够感觉出来 那黑影不对了 我冲龙哥道 快追 前面有个黑影有问题 大概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龙哥答应着 我们两人就一前一后地追了过去 穿过重重人群 那黑影反倒越来越快 我们越追它 它反倒跑远了 我们沿着上坡街道 一路上到顶上 就是华师大校园里面 那黑影遁进树林里 那树林子被风吹得哗啦啦的乱响 树枝摇曳 可黑影却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龙哥率先钻进林子 他皱皱鼻子吃惊道 味对了 我闻出来了 我追问道 什么味 龙哥说 还能有什么味 就是那古镜裂缝里的血臭味 这林子里也有一样的味道 我心里一沉 就明白找对路了 异常的激动 急忙催龙哥快点找 同时我已经拿出了法器 风水罗盘 龙哥从背包里拿出桃木剑 一只酒葫芦挂在腰上 我俩一人观察半圈 同时朝林子深处走去 我们一直走到林子中间 龙哥突然捏捏鼻子说 坏了 我日他大爷他 这味没了 我一听这话 顿时火冒三丈 恨不得把龙哥踹翻在地 揍他一顿 这小子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 我环顾四周 林子里静悄悄的 深秋的密林里 什么动物都没有 只有我们两个大活人 我想起爷爷临死之前的告诫 让我越遇到棘手的事 越要冷静 这样才是做好一件事的前提 这么一想 我满腔的怒气 顿时就散了 我回忆整个过程 想既然龙哥在林子里闻出味道 我们进林子的时间又不长 而那味道这么快就消失了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东西可能炖到地下去了 说到炖地啊 就只有坟墓和地洞 我和龙哥分作两路 一左一右的去搜索 找到有地洞坟秋的 就立刻报告 我俩小心翼翼的找过去 找了一刻钟 果然在密林中 找到一处小土坡 那土坡外表看起来 真就是山上的一处小土坡 可我精通风水密书 稍一看前后地势和土坡的朝向 周围山栏的格局 然后就瞧了出来 此地绝对就是一处隐秘的坟秋 这坟秋子 虽然算不上什么上好的积雪 却好在它两面都是山 正对洛家山 侧对小牛山 这两山一座是如临树海 一座隐含龙气 都是外表平平 这骨子里啊 却是真龙的格局 这坟秋子的坐像 就是两条龙气相设的位置 非常奇特 我猜葬在这坟秋子里的人 不是一代文豪就是学术大家了 否则就算他死后 侥幸能葬在这个位置 也必定长久不了 再看这坟秋子十分内敛 连块墓碑都没有 想来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坐得不拘 大象无形 骨子里却是大有乾坤 我拿手电筒把坟秋子 仔细看了一遍 坟秋上都是老土 没有新土的痕迹 这就有些怪了 我不死心 拿脚在坟秋子上乱踩乱踢 果然就踢掉了一层老土 里面露出新土出来 有挖过的痕迹 我急忙把龙哥招呼过来 龙哥捧了一杯土 在鼻子前闻了闻 点头道 喂 就他妈是这个味 看来那东西 钻地下去了 我听龙哥确定 先是高兴 又有些担心 因为这坟秋 可不是普通的坟秋 里面可大有乾坤的 那东西钻进这洞里 怕是有问题 我们要是乱来 伤了坟秋的格局 怕是要害人的 龙哥可不管这些 他就地找了个木缸子 就开始扒坟秋 我没办法 就成月的性命要紧 便也跟着他开拔 我俩好一阵用劲 就扒开了半座坟 里面露出了一只黑漆棺材 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这行里规矩 年纪大的 寿中正寝的人 一般用红色棺材 为之喜丧 而年轻早丧 或者生病 非正常死亡之人 都用的黑色棺材 为之悲丧 龙哥对我使了个眼色 让我过去跟他一起 把棺材盖借起来 我心里一沉 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要说挖坟拆棺的事啊 我已经干过不少了 什么荒郊野岭 屋主孤坟 我都挖过 这一回 却是我最害怕的一次 说起来也真够怪的 这片林子 位于校园的中心位置 桂子山中 林子外面 还能听到学生 说话的声音 是出热闹的地方 可我提起棺材盖的时候啊 心里就一阵发麻 只觉得棺材里 格外的冷 比成月宿舍里还冷 整个人都要冻僵了 那棺杆特别的沉 我和龙哥第一回 还没抬起来 我俩又憋了一口气 一起用力 这回就真把棺杆 给提了起来 我就看到棺材里 弥漫着一层白雾 里面模模糊糊的 看不清楚情况 我俩把棺杆朝地上一扔 龙哥举着手电筒 朝里面照进去 就看到白雾越来越多 胡乱朝外翻滚 看着特别的悔意 那白雾啊 看着很怪 我担心有问题 就拉着龙哥退到山坡上 夜风很大 很快就把白雾给吹散了 雪白的手电光照在棺材里面 我们朝下面一看 就看到棺材里空荡荡的 并没有尸体 那棺材底下呀 垫着一层破败的棉絮 棉絮上却蹲着一只黑猫 那黑猫还活生生的眼里透着 橙黄色的妖光 龙哥惊认 一只黑猫 我也有些梦啊 那黑猫一双怪异的眼睛 在我俩身上滴溜溜的乱转 像是很有灵性 看得我心里毛毛的 龙哥道 那黑莲老太太 不会就是这只黑猫吧 我还真没见过这种骑士 人是人 猫是猫 黑猫变活人的骑士 我只在鬼怪小说里见 没有根据 我没办法下什么结论 我问龙哥说 你鼻子不是特灵吗 你闻闻看 看它的味 跟镜子上的臭血味对不对 龙哥一听 就走到棺材边上 把鼻子凑到黑猫面前去闻 我见它脸色突变 知道有情况 却见那大黑猫 突然喵的一声惨叫 纵身就从棺材里跳出来 龙哥扭头就跑 还没迈出一步 突然惨叫一声 翻身扑倒在地上 我看得清楚 那黑猫竟然扑到龙哥脸上 龙哥跌倒在地上 满地的打滚 从坟丘子上 一直朝山下滚过去 这下可把我吓坏 我听龙哥的连声惨叫 心里知道 他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表面上虽然玩世不恭 骨子里却硬气 要不是真受不了 他不可能叫成这样 龙哥一溜烟滚下了山丘 翻过了七八棵树 最后拦腰撞在一棵大树上 我声声给撞停了 满地都是灰尘 我狂奔下来 就看到龙哥趴在地上 身体扭成一团 他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只见他满脸是血 壮如恶鬼 实在是够吓人的 龙哥张嘴就骂 你他妈发啥呆呢 快来帮我呀 我把黑猫给压下面了 那臭血的味道 跟他身上的味儿如出一车 就是他在作祟 我心里全是怀疑 这黑猫 怎么就跟烈镜里的血迹 混在一起了 可在这紧要关头 我也来不及多想 翻身就趴在龙哥身上 两人的体重加起来 才将这黑猫活活压住 我又担心 我们两人快三百斤的体重 把这黑猫别给压死了 龙哥怒道 嘿 你当个扭蛋的心 你不看看这畜生 在下面折腾的又多坏 老子下身都要让他给折腾烂了 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猫 我们压住了黑猫 龙哥抓住黑猫的一双前肢 将他从身下拿出来 那黑猫被压得这么惨 还挣扎得厉害 喵喵的乱叫 听着挺割引人的 我见龙哥大有震不住他的架势 也扑上来抓住他的后肢 两只脚 这野猫可真够劲的 一使劲差点将我摔倒了 龙哥说 这样不行 你去找根绳子 我把他四个脚都给捆上 我看他还遮不遮得 龙哥将他的四只脚都抓住了 狠狠按在树干上 那猫跟活人一样 挣扎得越发厉害 我手忙脚乱的找绳子 可这山林里哪有什么绳子 没办法 我冲到山脚下 在山脚下的垃圾堆里 捡到半根绳索 又冲回到山上 只见龙哥满头大汗 已经接近虚脱了 他用几乎哀求的语气说 我亲爷爷 你总算是来了 老子快被这死猫给弯死了 你捆住他 我答应着 那绳子将黑猫的两个后肢 给捆了好几道 又打上了四肩 又去捆了黑猫的前肢 那绳子就跟绑麻花似的 把黑猫牢牢的捆住 任他再撕咬乱叫 都难再争动了